三连加关注身体健康一夜暴富 这里是24年冲击80万粉丝目标的UP主归零 这是全员恶人系列新篇章恋爱篇的第一期 开始节目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世界上最贵的表是什么表 一 格达夫钻石幻觉 二 白达菲利 三 大中华江西老表 之前我不知道 但是最近肯定是江西老表吃名世界 为什么 因为江西出大名了 在开封做乡亲 做火了的王婆 在江西非但没有送出去一单 反而是自己的道心都破了 直接被江西的一些单身女性 给整到怀疑人生了 那么借助上一期节目的东风 我们紧接着再出一个系列 就盘练一下最近比较火的 有关于性别的一些小瓜 首先是我们之前就讲过的 我个人认为是竞技体育圈子的混子 体育网红的顶流 吴彦妮遭遇了无人区事件 这里说句题外话 最近我才知道 我讲吴彦妮的这期视频 曾经被某大学老师在课上公开放送过 这真是何其的荣幸啊 谢谢你的支持啊 我想这是对观点输出型节目 最大的认可与支持了 真是太荣幸了 那么吴彦妮这次的无人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说在2024年国际田连钻石联赛苏州战上 吴彦妮又一次的引起了争议 其实吴彦妮的职业生涯呀 总结起来就是 人家进场他等着 人家蹲着他站着 人家预备他祈祷 人家没跑他先跑 人家多冠他皮骑 人家采访他抢卖 人家包囤他漏定 人家谦虚他嘚瑟 人家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做运动员为国争光 小如老老实实实 本分分做网红混进赛场 先抖肩再指天 成绩未必要领先 做一美露大腿 网红当的不后悔 粉丝说 小吴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女性运动员 为国争光 你们这些男人不知道在酸什么 有本事你们也去呀 那么对于这个 第一 把吴彦妮的问题 看成男女问题 是相当弱智的看法 因为我们喷国族喷的更厉害 是不是 这些人被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就是能力不行 炒作很行 成绩不多 赚的不少 说白了 这就是在合法的浪费国家的资源 你看国族的水有多深 你们就知道了 是吧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性别问题 这就是利用体育为自己谋利益 那么你们看 吴彦妮的母亲 为了自己的运动员女儿 各种边瞎话 咱就不说了 还开了一家媒体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 最成功的产品是什么呀 你总不能说是千几个像郭玉玲 这种八根子都打不着的小网红吧 就是她的宝贝女儿吴彦妮 我在祈祷 我在祈祷 因为可能 因为可能我感觉这个动作 第一很帅 然后第二 我觉得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信心 装排动作 没有人可以模仿 这个动作 我可能就是给你一间 超过帅的 可是我觉得最后的第一很帅 第二不帅 第三适合我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有一个自己招牌性动作 她这个动作是指天这个动作 其实她是 因为她对外公的感情很深嘛 所以她每次上赛的时候 她要到对于天上的外公 就说一下 就是她比赛了 保佑她能跑出好成绩 因为这个动作 是我和外公的一个特殊的交流 很有可能 当吴彦一日流量最大 然后眼看着即将热度 开始退去的时候 吴彦一日要不一场冠军赛 证明自己的实力 要不就是因为伤痛 因恨西北光荣退役 这几个选项最后都会选择 作为一个前职业运动员的身份的网红 继续割粉丝的韭菜 到那时候也不用训练 也没有成绩压力 多好是吧 还能赚得个盆板钵满 只不过现在的热度还没够 她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战绩 这次钻石联赛 吴彦一日的成绩 甚至被其他选手给甩出了画面了 不知道的 你把吴彦一日跑完的画面切出来 还以为她大笔翻甩开别人了呢 那么你觉得吴彦一日得不配位的扣一 只要敢于赛场就是好样子扣二 我觉得老话说 树叶有专攻 一个运动员就应该是用实力来说话的 用成绩来说话的 如果你没有实力没有成绩 就不要狂 你看李娜 林丹 刘翔等等等等 他们的自信是因为他们有着公认的实力 那吴彦一日有什么呀 网上那些评论说 这次起跑不要又抢跑 我在想的是 我真的抢跑又怎么了吗 我真的抢跑又减肥了吗 我们真要是抱着 只要上场就是好样的 这样的超低要求 让本就应该是竞技性为主要的体育 变成让爱充满人间的世界团建 那竞技体育的魅力就荡然无存了 如果上场的就算英雄 那只要国家允许 我桂林为国请英 我跑不了快 我还跑不了慢吗 啊 只要我拼命跑不就行了吗 列位可以这样吗 那是肯定不可以的 每个国家的运动员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兵强将 这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尊重 那么我们国家也不是没有好手啊 同一时间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女子百米跨栏比赛中 中国女选手林雨薇远征海外 以12秒83的成绩获得了亚军 我觉得这个成绩很厉害了 你别忘了林雨薇的年轻啊 她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啊 而且你看林雨薇参加各种赛事 她什么时候嚣张过 什么时候张扬过 人家就是本本分分 稳稳当当 上交败不哪 落落大方 这才叫做实事的人 相反还在参加校运会集的五眼 你是在做什么呀 赛前先给自己画上美美的装 身着露着小屁屁的小心机战衣 这家伙呢 盛用师那一顿拍呀 还冲着镜头比划自己的新研究的姿势 但我丝毫没有感觉出他哪里有美感 是吧 可爱 你们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 有点不太庄重的扣一 觉得彰显多的扣二 觉得心机到爆炸的扣三 我只为一个网红霸占着多少人 都抢不来的位置而感到悲哀呀 如果有关方面真是觉得 推出一个这样的吴彦妮 仅仅是为了说明 我国竞技体育年轻一旦 是有着自己的个性 是吧 独立的个性 能彰显这个个性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错的 确实也是找错人了 所以当吴彦妮人喊出 中国人不喷中国人 还说什么 中国人都欠自己一个道歉 大家都说国人欠一个道歉 所有人只能看到 就是你失败那一面 我们中国人就要力挺中国人 不是是在背后去贬低 任何一个运动员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的付出 大家都是一样的 哇 真人的笑了 是吧 不是贬低 是你实力真的就不行 如果你真的想扭转口碑 就请不要用这些小聪明的 网红运作来企图改变 观众对你的看法 用成绩说话 而不是每次一出问题 就先找别人的问题 押音会倒数第一 旁边选手影响的 厦门站倒数第一 感冒影响的 苏州站倒数第一 怕强跑 所以起跑慢了 大话满天飞 我平常低调就好了 我在赛场上那么低调 干啥 我要去战斗的 你要我低调 你没事吧 跑13秒很轻松 运强左强 甩锅能力是很强 化妆成绩更是一流 那么最后说一下 为什么他能进钻石联赛这个事 也不值得拿来给吴燕尼洗地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钻石联赛的参赛资格 说年度排名前20的运动员 吴燕尼去年排名第51 这个已经不具备参加赛事的资格了 但是因为是厦门站 中国有外卡 他上了 拿了最后一名 且钻石联赛是直接决赛 没有预赛的 此外东道主厦门 可以有一个外卡名格 直接参赛 不用看成绩就能进去 这场比赛就10个人 那么这种种的条件就说明 吴燕尼这场比赛跑了第10 并不代表他就是世界第10 是因为很多 这51前面的这些高手都没来 这下你懂了 为什么同样参加这个联赛的吴燕尼 能比同场竞技的运动员 直接甩出画面了吧 最后 网友也挺损的 编排了一首我姓吴 献给网红温燕尼 我姓吴 用手指听神神叨叨 鬼话服 我姓吴 强跑狡辩 跑丢画面 谁不服 我姓吴 身披国旗 抢麦发言 讲牌吴 我姓吴 没有成绩 怼天怼地 镜头 当然这是个小玩笑 希望我们以后的运动员中 能少出一些这样打着 成为网红为目的的体育混子 能多出一些 用实力说话的运动健将 另外成绩不好 真的没关系 谁都有胜有败的 只要观众看到你努力 你的心思 用在体育上就行了 而不是各种炒作 作秀 都不是傻子 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 其实说到这里 我蛮早的 还是我姓吴 而第二个瓜 各位有没有江西的老铁 有弹幕就留言一个1 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你们不太愿意听 是吧 没错 就是开封王婆 折戟江西 最近在开封某景点 一个专注于 宝梅拉谢尔的女人 王婆火了 这个取自于 原著水浒传中 经典反派人物 老宝王婆的形象 在当代我认为 做的并不是什么 不利于社会的事情 所以我不认同 有网红举报 说王婆因为原型 是水浒传里的 邪道老宝子 就不能怎么怎么样 那这种举报 我觉得就是吃饱了撑的 举报的依据 我认为不应该是 人物原型出自哪里 而是看他的具体行为 当然了 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领算 毕竟人家要是要辱你 你还大大咧咧的 就是要看另一种情况了 是吧 所以说这种事情 还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是吧 所以王婆啊 这种举报 就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了 其实从王婆的行为来看 他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离婚率日渐走地的当下 抱着老一辈的 情感认知的老人 试图在年轻群体中 连线姻缘的做法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起码比某些 打着王婆的幌子 逼一个小男孩 接受一个 怀孕三个月的女生 要强很多是吧 就是我 在 之前犯过一个错误 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对 怀孕三个月的结婚 你接受不了是吧 离婚的都能接受 离婚不带孩子都能接受 为什么 怀孕三个月接受不了呢 每个男人有没有担当 给这个帅哥来的勇气好吗 你是一个男人 男人就是田和利 加起来就是一个男人 男人首先有担当 你们要介意那个问题 对吧 你能不能往前一步 还不能 那王婆家拉着你的手能不能 简直是令人发直 当然王婆对这个做法也是很不认可的 那真的当你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真的你叫一派胡员 真的是一派胡员 你们也看我 我在台上是什么感觉 哪能这么说的 再说的那小女孩我也没办法说她 你还去炫耀什么呀 我说你不再丢了你家祖宗脸 连你妈你爸的脸都丢了 你还跑到那去说这个 而且那主持人说的话 真的我都操气死 什么都得接受 你叫人家接受 这个事不用谈 这个事其实跟这两天在看一样 其实有可能有剧本 不用谈他们的 他们也是剧本的 那敢拿自己的老天 不说了 那么话说回来 就像郭玉琳我的恋爱观一样 王婆最大的问题 就是她的恋爱观是没有错的 但是已经落后于版本了 而且落后版本 还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才会出现 王婆走出开封第一站 就在江西折戟沉沙了 是吧 直接灰溜溜的跑回了开封 注意啊 我们这里江西仅仅是个代号 仅仅是因为这些离谱的乡亲 要求发生在江西王婆大舞台上 其实全国都存在着 或多或少的彩礼问题 如果只有一地有彩礼的问题 就不会引起全民大讨论了 而这次江西 属实也是上大分的是吧 毕竟之前闹出过彩礼带 这样的惊天大笑话 要知道彩礼这个东西 本身的意义 就是为了给新结婚的小两口 能提供更好的生活 彩礼嫁妆都混入到了 这个小家庭里 就是为了让这个小家 能快速起步 尽快的步入生活的正轨 结婚你们这么一整啊 就变味了 成为了小两口 刚一结完婚 就被瑞的一屁股饥荒 更有甚至有的女性家庭 一看你男方结婚还要借钱 人家就不愿意陪着你一起还钱 要不然呢 就收了彩礼 我不退了 分我也不结了 这个可不是夸张啊 真有这样的新闻 最后都报警了 警方都出面了 要不就是彩礼钱 我借了 你收了 当然这个钱也没给这个小两口 被女方家用来给自己的儿子结婚用了 这小两口过日子 啥也没干 就得还好多钱 有人算过 江西老表结婚成本到底有多高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 评论区有交系的小伙伴欢迎留言啊 他说这个礼金啊 平均值是28.8万 见面礼是8万 五金6万8 酒席5万 还有有的家庭还要求配量小church 是吧 算上最低 算是最低配置的10万 再加上就算是20万最低配额的这个买房首付 是吧 还有结婚的杂费 三四万 82.6万 这还是江西封城的结婚成本 还是那句话 两口子啥也没干 是吧 80多万就这么没了 你都不敢想 这里面如果说你家里有俩儿子 是吧 那怎么办 早就听说江西彩礼有名 能与之一较长短的 估计也就是福建莆田了 这次王婆一去 全国接近啊 甚至有同行单独上来跟王婆说 我们家小姐38.8的彩礼就已经很低了 是吧 同所无弃 这里大概是38.8 你们觉得38.8这个彩礼数高吗 高的扣一不高的扣一 于是有这么高贵的婚嫁理念 王婆在江西就让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相亲无虎啊 注意前方高农啊 首先是江湖人冲的帅前姐 其实帅前姐还没说话 第一眼看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不是说长相 就是给人一种好像是温婉贤良的那么一个感觉 你想想的一身白裙 落落大方 你真是饿了 不是什么都能吃得下 那你别说这样的话 我求你了 然后王婆看着这个小女人觉得笨脑 于是就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我要找个帅的 他要找个帅的 他要找个帅的 有钱的 但见得这个帅前姐气沉丹田 大吼一声直接把王甘娘给干傻了 你不要弄魔啊 这太尴尬了 于是王甘娘就开玩笑打烟场 没想到却再一次的震惊了自己 大姐你是毫不遮掩自己对于金钱帅哥的渴望啊 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如果美还有钱 那真是瞎占拉裤子 双膝临门的事了 但是网友们回怼了也很好 长得帅的人有 有钱的人也有 长得帅有钱的人更有 可是都这样了 他为什么要看上你呢 你有什么能力能吸引这样的高富帅呢 你眼前的是开放的王婆 不是许愿神的王吧 你当他是戳几下就出来的灯神呢 他是王婆不是神婆 这一下子直接把王婆给干懵逼了 痛苦面具都给干出来了 这位来自提东定损发源地上饶的美丽姑娘 最终怎么上来的就怎么下去 牵手失败 我相信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上来就惦记你钱的女人吧 所以说失败是肯定的 第二位万元户姐 这个月薪要在2.5以上呢 两位数上是 两块五啊 二千五啊 二万五 二千五 九零 二百零 零后的 九零后一下 变两万多 太累了 那个字了 这样呢 那我必须我 不要找那样的 我就要找五方向的 你就找着妈 那个类子了 你就称管子了呀 那你怎么 不可能 他找一个 比如这个少年 这么少又怎么样的 什么叫取案欺美啊 这个姐自称九零后 上来先要求 我要找一个月收入 不低于两万五的 王婆都麻了 你还有啥要求啊 他也不接受姐弟恋 也行 是吧 于是王婆就问 两万五不低的孩子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销售的 两万五啊 我自己也能赚两万块钱 你也能赚两万块一个月啊 你是做电商的吗 不是吗 我是做销售的呀 销售啊 销售这个行业我知道 我可能你这一日赶上了 你就是富婆 赶不上这个时运 你就是乞丐 你敢保证你每个月 都挣两万多吗 我可以保证 我每个月都有一万块以上 哦 一万块以上 那我相信啊 现在啊 我觉得像一般 只要肯干的人 一个月一万块钱能挣 真能挣 这不算高啊 不算高 如果你一个月 连三千块钱 两千块钱都挣不了 那那真的啊 那就别上来了 好不好啊 我是销售的 一个月能挣一万 但我就是要找 月薪两万五以上的 九零后男人 那么在座的有谁现场啊 月收入能到两万五以上的男同胞啊 弹幕留言扣一个一 或者有谁 月入两万五 还喜欢这样的姐妹的 弹幕留言一个爱上了 其实我觉得呀 像万样户姐这样的 一个月如果说 她真保持一万的收入 其实她找一个 差不多赚钱能力的 还真不过分 你不能叫人家 月收入一万的 就非要去找一个 两三千工资的对象 这和一个月收入 两三千的女性 非要去找一个 月收入过万的男性一样 会被质疑 对吧 我认为像这种低位的 去攀这个物质高位的 这不是性别的问题 不管男女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你要男的就是吃晚饭嘛 是吧 赚的少的想一步登天 我还是觉得 不管男女 你不陪人一路吃苦过来 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的 就觉得自己配享受 最后成功的果实呢 你只想着坐享其成 你有多大的尿泡 尿不出能照全你大脸的尿啊 是吧 所以万元户姐啊 月入一万 挣的其实已经不少了 她想找一个 一个月能赚一万多的 这种要求也不过分 但是一个月两万五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什么呀 这么好看的姑娘 上来把那个钱到我屯里 真的 你这个人体大了 没有了 我个人觉得 可能是我的想法 有点歪是吧 这个想法 如果是相亲啊 相下味的 比相上味的 要更合适一点 你不管男女啊 起码你在这段感情中 你说话能有一点底气 你想想一个男的 自己赚三千 朝着月收入 一两万的对象 每天叨叨叨叨叨 你这属于软饭硬吃啊 是吧 好多倒插门的女婿 为什么在女方家 大气都不敢喘 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最好的婚姻 应该是持平 是吧 认知持平 收入持平 这样的话 就能保证相互尊重的概率 能大一点 如果这段感情中 天平倾斜 男女双方的差距过大 那就是考验 这个优势方的良心的时候了 而像汪峰 像化名夏东海 是吧 这样的明星 不就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吗 所以万元户姐 还是把自己的目标定的太高了 同意的扣一 第三位 扶贫姐 38岁 38岁 我有个女儿 9岁 归我的 我想找一个经济条件 稍微好一点的 我不喜欢胖的男生 不喜欢胖的男生 条件要好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该有的 我都有 你自己该有的 对 比如说车子 凡子 我是全款 38岁 黎一带着一个9岁的女孩 她的要求是对方要长得帅 年龄35到40都可以 要找江西上饶本地的 方圆50公里内都可以 而且对方若是黎一带着一个孩子 也是可以的 毕竟她自己也带着一个女儿 就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其实也是正常条件 是吧 黎一的找黎一的 也不是不行 人家也不是非要上演霸道单身男总裁 爱上38岁黎一带娃快捷精的我 这样的魔幻剧本 但是也不知道是这个扶贫解释直率还是情商敌 他接下来的几句话 直接就把王干娘的CPU给干冒烟了 我说的是要达标的要求 经济条件不能太差 因为我不想扶贫 条件不能太差 他不想扶贫 对对 你们考虑好 你说你提条件就提条件吧 南方的经济条件不能比自己差 这人之常情嘛 相亲相亲 我都来相亲了 我还藏着掖着的 那也太没有诚意了 哪个相亲的也不希望找个比自己差很多的 但是你非要补上一句 自己不想扶贫 就显得你有张嘴了 啥叫扶贫呀 那么你找一个约入十万的 是吧 他看上你 他叫不叫扶贫呀 显然的 听到这里王婆又笑了 是吧 就你这样说话 都把刻薄写在脸上了 能找到对象才怪的 要知道有钱的公子哥还要长得帅的 尤其是江西这种产周公子的地方 他们谁会娶一个38岁黎一 还带娃的女人的 你们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扣一 做梦的扣二 除非真的是因为爱情 所以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真的很难呀 其实我明白你了 你就找个玩物呗 不是 找个在身边逗着玩的 长得帅一点的 不是 敢讲您错了 我是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结婚对象 我对物质要求不高 因为我该有的都有 反正就是帅一点的 帅不帅没关系 对我好 对你好 但一定要那个情绪稳定的 因为我情绪不稳定 哦 情绪稳定的啊 我的妈呀 这你 这有故事的女人真的难对付啊 你们考虑好啊 啊 你们都考虑好 多累你知道吧 还要多余的选择 后来真就上了一个小伙子 他就说天道地道 媳妇最大 伏贫节很开心 哎呀 只能说周瑜打黄盖 全是爱呀 接下来一个就比较搞笑了 啊 这个就比较好玩了 那爱钱是肯定的 上这个舞台的标配 搞笑的是这个姑娘的一些行为 99年 99年的啊 年龄 25 25岁 啊 现在 在哪里上班 哦 那个教育 哦 教育系统 哦 教幼儿园的 还是教学校 还是教 教小学 你想 偶遇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 要 个子比我高的 个子比你高的 然后年龄呢 年龄 哦 年龄 45岁左右 啊 那就是30岁以内吧 你25嘛 30岁以内 25岁以上 1米8 他长得帅的 啊 他要长得帅的 他上来就说自己是 1米74啊 25岁 然后他的要求是对方 1米8以上要帅一点 这个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 哎 美之心嘛 然后搞笑的就来了 他这个时候可没说具体要求是多少呀 只能说不能太低啊 那这个就没数了是吧 你要身下千万 你看百万级别的 你都觉得低 结果这个时候就上来一个 白衣服的男人啊 外表四四文文的 因为下雨嘛 就带了一把伞就放在了台上 然后说自己是在工厂上班的 一个月八千 我觉得一个月八千真的可以了 在我们这儿这小地方 一个月八千很高了啊 你们那八千的工资算不算高 高的口一不高的口二 那一听八千 那这姐们直接就不看他了 连扭过去跟台下互动 台下又面一米八大 做什么的 我在工厂上班 工厂上班 工厂上班 工资一个月八千左右 八千左右的工资 怎么样 这真的缘分啊 把握住 你看你上午你俩都见面 都加过了威了 所以今天干净阿姨看到在后面招手招手的 你没有看到他吧 我觉得 我就感觉他 慌得要命在这儿举手 怎么样 没有一米八的了 我看到最后 我看没有一米八的 哪有一米八的呀 还有没有一米八的 还有没有一米八的 哪里 一米八的走上来 那我走 所以我就说呀 你看中的那是一米八的 哥吗 是吧 你应该向台下喊 有没有越入一米八的 然后 这个男人觉得酸米大眼的 知道没戏就默默的退回去了 然后搞笑的就来了 这姐们就没看上这上台的一个个男人 于是他选择大大方方的下台 继续自己美丽的单身生活 结果 他下台的时候 就顺走了白衣服男孩的伞 拿着伞跑了 这四马龟 是吧 这白衣服小哥还没反应过来 这林里儿女朋友没找到 伞还没了 最后一位五虎上将之手 人送外号绝行解 就连这几个小屋子都难掩他智慧的光芒 根据现场人的爆料 这姐们其实一开始一直站在后面 结果因为他上前没有人跟他配对 是吧 于是他面子上就挂不住了 你看他笑的已经很尴尬了 于是便有了觉醒姐的名场面 干娘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来也是特别喜欢你 谢谢 然后找不找得到就是 找不找得到朋友 是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重要 但是我看到您来江西的这一趟 我也有很多感受 说我们江西彩礼高 女孩子要求高 我不是我说的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说我们很多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舆论 很多这样的声音 我想说的是 怎么说呢 希望广大的男同胞们 我们女性现在是已经清醒觉醒 你独立的在走向成长的道路上 希望广大男同胞们能够 自信起来 睁眼看世界吧 睁眼看世界 然后就是好好的努力 不要就是 只知道 不要就是破防了之后 然后就 慢慢叶叶哭哭啼啼啼 听见没有 给你们这个江西的帅哥们 给你们打气加油 真是啊 莫要闭眼提条件 还喊着让人睁眼看世界 这不就是又荡又利吗 所以说 如果某些女性 所谓的独立和觉醒 就是像觉醒姐这样的水平 那也真是太老跑 简直就是笑话 不说别人 就是她所谓的女性已经独立 那么上台的这几位 都看中的是对方的金钱 那她们算是独立吗 对不对 她们哪门子独立啊 显然的觉醒姐的话 除了令人反感 觉得好笑 丝毫没有什么 这个一碗水端平的社会启发 是吧 什么叫哭哭啼啼 开眼看世界破防呀 真正破防的 应该像这位一样 对不对啊 那么觉醒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说她是体制内 这个很好笑了 就这个思想觉悟呀 体制内 只觉得是独书独傻了吧 没有看上自己 就胡乱开的性别炮 那么你爹 你爷爷算不算男人呢 是不是也破防了 就哭哭啼啼啊 是吧 也是不是也应该看眼看世界 啊 不对 不对 在一些精美眼里 是吧 在家都不敢化妆 害怕自己的父亲 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那你既然对男人 抱有这么大的成见 你为什么还要上台 来挑选男人呢 这不就是陶无忌吗 又想当婊子 又想离牌房 还有所谓的觉醒和独立 究竟是什么 你们谁能给我一个 具体的定义 是吧 你们是否又能告诉我 有多少人能做到 这个所谓的定义 郭玉林我就觉得 一些西方思维渗透过后 好多男男女女 都跟傻的一样 为先学甄别 就先学吸收 就好像这个世界 只有男人 或者只有女人 就能继续运展下去 一样 阴阳调和 相辅相成 才是自然法则 是吧 可就是有些人 非要打破它 单极世界 全然不知道自己 不过就是资本收割的工具而已 你现实中 连怎么活明白 都没弄清楚 就在网上打拳打得可嗨呀 但是话说回来 我看了这个 觉醒姐完整14分钟的原视频 我只能说啊 是吧 看完了之后 我只能说 觉醒姐吧 可能就是被洗晕乎了 是吧 她的这个思想呀 是保守跟这个激进并存 就对待男人吧 她就觉得男人脆弱的 会破防 需要睁眼看世界 但是啊 倒过头来 又说彩礼 是要用于这个小家庭的 要靓丽而行 这样比较中肯的话 好听的话 啊 而且说彩礼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 两个父母双方 给到一个新组建的小家庭 一点启动资金 对 靓丽而行 没有说一定要掏空南方 在家底去怎么样 嗯 大家都是父母之爱 父母之爱子 这得为之际生远 嗯 大家都 父母都是因为有足够的爱给孩子 才想 对啊 对吧 对对对 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比起说我自己找一个 今天交到一个好的朋友 嗯 更重要的是希望 越来越多的女孩子 能够更加的独立 越来越多的男孩子 可以更加的优秀 嗯 对 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啊 都要向他学习 行了吧 来吧 所以说呀 这个觉醒节 有多么的坏也不至于 只能说他情商低 啊 开了个泡 他全程埋态的是男性的问题 却一点也不说一些女性存在什么问题 这就有点偏颇了吧 是吧 你想想 是吧 给你38万里金 能买什么 可以买一辆最火的小电池 还有一系列的家用电器 当然了 也可以选择出一份彩礼 娶一个像五虎这样类型的女人 关键是 随着觉醒节 被扒出了更多的料 网友发现了他与老呵的亲密合影 这果然是睁眼看过大干世界的人呢 哎呦 不对不对 我说错了 是大千世界 怪不得已经看不上国内男人了呢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呀 最后觉醒节还是被人牵手成功了 只能说这个各花入各眼吧 祝你们幸福 那么本期节目就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性别上做文章的瓜 讲了这么一点是吧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你将看到百度女高管瞿镜被全网群巢喷到离职 著名的 当然也不是那么著名的 主要因为是童年滤镜的演员高野林 疑似涉嫌暴 喜欢娶小女生 还出轨 还有 为什么中国首席情感导师 阔胡自封的五千万级网红土磊会被骂上热搜 他的喊冤究竟冤不冤 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件 那这个系列最后一期我们将对这些乱七八糟的瓜进行一个大总结 全员恶人系列恋爱片持续更新 网红套路片也在继续制作 我们下期再见